站穩一點… 大王, 你在做什麼? 我在做一個測試 跟平衡力有關嗎? 是, 你別看這麼簡單的測試 這個單腳站立, 看到很多東西 看到什麼? 扶著我… 這個還可以看到 腳腕的穩定性和活動度 Morgan先生, 你好 你好…其實我們要從兩方面 去看單腳平衡測試 是 當我們單腳站立的時間 其實腳腕正在平衡 留意它會做一個外翻、內翻 替我們每秒鐘做一個平衡 如果相關的肌肉比較繃緊 或者不能發力的話 就會影響穩定性 我們有些伸展動作和訓練可以做 是嗎?那做按摩呢? 好, 另外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寬外展肌 我們有很多時候斑緊無力 例如你經常坐, 或之前受傷 有些斑緊無力 例如屯中肌和下勁速 很多時候都斑緊無力 令單腳平衡, 力不穩定 變成左而右擺, 甚至不能平衡 我們也有伸展運動和訓練動作 可以做的 那就教我們了… 對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了 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用滾筒 放鬆勁骨前肌 勁骨就是小腿前面這一條 勁骨前肌只是側面一點… 肌肉負責我們腳碗耐重 增加平衡性 所以我們會打斜一點腳 大概45度 然後把小腿側面這塊肌肉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 兩隻手可以按摩地下 後腿可以不用先上升, 慢慢前後滾下 如果你覺得能夠承受 後腿可以像跌高般升起膝蓋 然後前後… 對, 大王做得很好 你嘗試後腿升起膝蓋 跌高, 身後一點, 腳趾撐住 這樣嗎? 對… 前後… 對 整個肌肉滾了, 前肌肉滾了 對 我出現了一點, 這裡比較好 到這裡比較痛, 為什麼? 整條都滾了 對, 肌肉滾的程度每個人都不同 對, 呼吸…就行了 看看Jesse, 動作很標準 對, 做得很好 很標準 很痛的 你做得很好, 但他做得很標準 對, 大家都好 對, 前後…試試轉腳滾下 有些人是鴛鴦腳的 單腳平衡, 有些人左腳站得好 右腳站得差一點 有機會就是其中一隻腳的腳碗 之前受過傷, 沒處理過 肌肉過分綁緊 你們兩隻腳有分別嗎? 有 我覺得左腳好像比較硬 左腳比較硬 比較硬 我也是 左腳整條拉扯著, 而且痛 右腳只差跌腳, 碗那邊比較痛 對, 繼續撈左腳 我幫你的手, 呼吸… 對… 呼吸, 經常不呼吸 WoganSir, 這個動作有什麼好處? 這個動作因為我們放鬆勁骨前肌 幫助我們一點點耐反 很多時候我們這個位置過緊 腳碗的穩定性會不會那麼高 這樣每次做多久? 每邊大約60至90秒都有效果 都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很緊的話可以撈久一點 如果覺得差不多夠, 也可以撈短一點 一天可否撈幾次? 可以的, 視乎斑緊程度 是斑緊程度 沒錯 你撈它舒服一點, 它就會好一點 慢慢調整 對, 當然時間不能夠太長 一般我們…兩、三分鐘 一般人都很足夠 好, 第二個動作, 好嗎? 有, 我想你補充一下 第二個動作 好 我想請教MorganSir 是 我們現在做這系列的動作 是否有醫次序? 醫次序就會比較好 好, 那第二個 好, 第二個, 肥骨長短肌肉 在哪裡? 譬如我的褲, 這個骨位就是 就是, 那個小腿側面 有一個叫肥骨頭 有一個骨凸出來的 變下去, 就是肥骨長短肌肉 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位置 放上滾筒度 我們會打側一點身材 我們的左腳可以先伸直放出去 然後將骨位這個位置 橫放上滾筒度 如果可以的話 兩隻手這樣左右… 看到大王這個有點難 對… 對…差不多了 沒有方向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先坐穩住 先坐穩住一個人 好 對, 接著放在這裡 對… 這樣嗎? 很緊, 你… 對 不是緊, 只要你用硬 對, 軟不軟? 不會說痛度 不, 呼吸吧, 不會說 要呼吸嗎? 當然要呼吸 對, 沒有呼吸, 哪有生命 是不是這樣滾筒就行了? 對… 通常一隻手都要碰還是一隻手? 視乎你的斑筋程度 現在你的冤痛感十分滿分 多少分? 好像只有二 有二就可以兩隻手了 沒什麼感覺就兩隻手 對, 給它一點力量 那又有什麼好處呢? 這麼大力壓下去 因為有時候我們完全沒有感覺 又未必刺激到它的高耳機感受器 令到肌肉不能夠放鬆 所以我們十分滿分 譬如腳的肌肉 去到五、六分 刺激到它的高耳機感受器 它的肌肉就會懂得慢慢幫你放鬆 高耳機感受器? 對 深得這樣嗎? 不深的, 只是字而已 對, 它會感應到它就來了 對… 這個要滾多久? 又是60至90秒 要滾多少次? 又是隨你喜歡 這個是沒有限制的? 沒有限制 但每次不能夠太長? 對, 其實人生沒什麼限制 不如你先轉腳吧 對 轉另一隻腳, 再滾一下 我明白你很注重每次的秒數 分分鐘下數 因為一般而言, 我們都是60至90秒 對, 耐久兩、三分鐘 我們維持這個原則 大部分肌肉都可以 對, 總之不要太過, 就可以 但是這樣來到這一刻 對 到左腳的靈活性慢了 慢了? 就是動得不好 是不是你累了? 不是, 不夠靈活 那怎麼樣? 是不是肌肉的勞損多? 不是, 是因為其他肌肉正在斬 令這個動作動得不好 好, 下一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然後我們會放鬆屯中肌 從哪裡來的呢? 你看到這個褲袋 我們旁邊的架骨, 這個是大鑽子 屯中肌就是這裡中間 這麼短而已? 對, 很短而已 我們將網球稍後會放在這裡 因為稍後打側身比較難看 所以現在先看一次 大概在這裡, 旁邊的位置 我們要打側身 把網球放在剛才的褲袋 比較厚一點的位置 這樣放下去 對, 應該看得到 不是硬著骨 硬著肌肉的 不是, 肌肉的 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是可以這樣 前後… 彈拔有一條肌肉 對, 都很軟 另一個做法是左腳踏實 然後右腳的膝蓋 如果這樣大動, 升高下來… 哪個效果比較厲害? 因人而異 我這個位置先適合嗎? 你這個位置適合, 但動作太用力 你先放鬆一下 對, 我很緊張 先放鬆一下 然後呢, 剛好位置 也對 很勉強 是, 好 這裡… 這樣打得更多 好, 呼吸… 放鬆一下 跟剛才我放的位置完全不同 你看到大王的肌肉還在收縮 是嗎? 放鬆不了 是, 收縮法力 不用法力, 你先放鬆一下 對, 享受一下 對, 你嘗試用手托著頭 像馬爾代夫一樣 是 對, 你在沙灘上面 是 對, 先呼吸一下 對… 要這樣嗎? 一定要這樣 我們要是提高的然後 對… 各位觀眾, 試試一下好 對 真的可以四個字 四個字, 痛腦飛起 四個字, 馬爾代夫 痛不欲伸 對 方先生, 我這個位置放得對嗎 對, 你的樣子很標準 看看… 可以… 好 對… 你嘗試這隻腳, 上下… 這樣嗎? 對… 對, 應該有感覺 不要太痛… 享受馬爾代夫… 好 不同的 對, 我看到阿Jane的腳 是放鬆過大腦很多的 你看他用最少的力量移動 但剛才你用力量移動 其實你這樣做不到放鬆效果 知道 他這樣做60秒 比你這樣做三分鐘 對, 所以我們做這些工具放鬆的同時 心情、肌肉都要配合放鬆 這樣才有效果 好 下一個 好, 第四個 第四個我們訓練肌耐力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圈圈的彈力帶 這樣可以套在膝蓋上方的位置 然後打側身, 像剛才一樣 打側身這樣, 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寬關節大概45度 膝蓋大概90度 留意, 我們做有一個節奏 不能快的 你快的話, 你做50下也不會累 而且不穩定 我們要很穩定 接著我的節奏來了 一起來了 好, 吸一口氣 好, 呼氣慢慢上 5、4、3、2、1 大概45度 接著吸一口氣 好, 呼氣慢慢下 5、4、3、2、1 不錯, 第二下, 吸一口氣 好, 呼氣打開 5、穩定一點, 第四 5、3、2、1 好, 吸一口氣 好, 呼氣慢慢下 Morgan Sir 4、3、3、2、1 專心做, 再做一次 再跟你聊天 好, 吸一口氣 好, 呼氣 5、4、3、2、1 好, 吸一口氣 呼氣 5、4、3、2、1 好, 先放進去 好累 對, 很累 這個位置? 對…非常好 這裡的感覺 但不像這邊 原來這邊也一樣 對 有感覺 對 你先繼續給我解釋一下 好 對 阿張做得很好 好, 其實當你開的時候 你會用到這個團中肌 就是所謂寬外展 其實單腳平衡很重要 為什麼要慢呢? 因為我們要訓練它的肌耐力 如果你做得很快的話 它的肌耐力會不足 而且單腳平衡會不穩定 這樣就能訓練平衡 你會看到大王很震 對, 像抽筋一樣 對, 慢慢回來了 太久了, 慢慢回來了 對, 先呼吸一下… 大家, 做完四個動作 已經飄寒了, 夠了是不是? 還有嗎? 還有一個… 那就做完 下一個動作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放鬆下勁束 在大腿外側, 整條骨位 大腿外側, 整條骨位 把大腿外側放在滾筒上 這樣放上去 另一隻腳, 左腳踏前 右腳伸直 然後我們前後前後 整個大腿外側滾筒 對, 如果可以的話 甚至兩隻腳都放上去都可以 對, 前後前後 如果Jen覺得不夠痛的話 就可以這樣前後前後 戴穩… 這樣嗎? 可以嗎? 對 我說可以嗎? 你在這裡上可以 對, 放上去, 對… 這樣嗎? 這樣 這隻腳踏前, 先穩定 穩定它? 踏到這裡 踏外面? 不是, 這隻腳 好, 先踏上去 再踏前一點 踏前一點 對, 這是伸直 伸直 對, 然後這樣前後… 對… Jen又是標準的, 你看 都不用教的 很痛的 對 整個身體的力量都放進去 對…呼吸… 對 要做多少次? 非常好 又是60至90秒 做這個動作很長是什麼? 做這個動作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架勁束 這個位置都會斑緊武力 令單腳平衡的穩定度不夠高 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的單腳平衡的穩定度 會好很多 戴穩, 待會再試一次 我立刻站給你看 看看你的平衡是怎樣的 是, 但你看到我已經整個汗了嗎? 還是這麼帥 我立刻站給你看 看看怎樣站 1、2、3 站得穩定了 但也放得好 好一點 是好一點, 放得好, 但是… 一次半次而已 是嗎? 對, 練習三、兩個月就可以了 知道了, 謝謝摩根Sir 提醒大家做任何運動 記得要 兩利二位…